那她为什么要卖掉设计稿呢 她知道我骗了她 将计就计 是温柔她干出来的事 单总 我们又见面了 圈子还真小 怎么没带温柔来啊 温柔她不喜欢这种场合 而且苏总 我奉劝你 不要总是打探温柔的消息 她是我的妻子 我们的感情很好 你没有机会的 我跟温柔约定好 要重新开始 虽然她现在还有以前 遗留下来的小毛病 但是她会为了我改 而且在我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 她会选择牺牲自己 足以证明她对我的真心 你能想象她为了寻意 连红武鞋的设计稿都卖掉了吗 经济出现困难 据我所知 学密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 我前几天碰到温柔 我还跟她说了呢 她知道了 那她为什么要卖掉设计稿 她知道我骗了她 将计就计 是温柔她干出来的事 她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她有她的理由 她的理由就是你 她想让你死心塌地 你不一直吃这一套吗 没有啊 算了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会 逻辑自强 好 你好 不加微信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误会了 小姐 我刚刚在那边的时候 你就一直看我 现在用这样的方式跟我搭讪 还说我不会 有病 手段还不如温柔一半呢 要干事 要干事 你叫我干事 不要干事 不要干事 小哥 我知道 我 我错了 你错了 都是我不好 你都知道什么了 我知道你已经知道我在骗你了 然后呢 我就不应该骗你 公司的资金出了问题 你为了我把红物鞋带设计可 都给卖了 我真的很理穷 是不是资金链出问题了 有客户因为一些纠纷 起诉我的公司 现在公司的资金 被冻结了 寻觅的资金链出问题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业内有什么风吹草动 也会第一时间知道 你不信啊 你把红物鞋的设计稿给卖了 不是 那拉丁 我愿意 原来善良不知道 我已经知道破产是假的 才卖的设计稿 是啊 我为了你把我的红物鞋设计稿 都卖了 我才得知你骗了我 你为了我连最珍贵的东西 都能舍弃 我却为了不让你秀恩爱 来骗你 我必须要接受惩罚 不用 我原谅你了 不行 我不能原谅自己 从今天起 我睡客房 老公 不是 你这是惩罚我呢 还是惩罚你自己呢 我 我 你 我 你 你